40. 太平洋日報 港專家與北京記取股市教訓 2015年7月22日國際財經066港耀民對於中國大陸股市 自7月初起暴跌及異常波動 前香港證監主管認為,大陸方面應就事件吸取教訓 嚴管場外配製 香港經濟日報刊登對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梁定邦的專訪 除了香港證監會外 梁定邦也曾出任大陸證監會首席顧問六年 梁定邦在專訪中表示,這次事件有二大教訓 一是大陸民眾過於依賴政府救市 二是監管機構放任場外配支 即不受監管的融資、活動 他引述一些分析指出 以人民幣計價供大陸民眾購買 崩盤前,槓槓或超過八倍 相對於常規融資體系一般控制在兩倍左右 反映出市場非正規正勸融資體系達75% 梁定邦說,正因為場外配支規模龐大 A. 古舊時初期,大陸方面曾放寬正規融資的規定 但仍然不得要領 因此,他認為,大陸方面要加快處理 A. 古場外配支問題 把場外配支重新納入監管體系 所以只得先 -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